百分之九十九的男人都不知道 把这五个行为反过来做 追女生会变得非常容易 尤其是第五条 如果你反过来做 喜欢的女生甚至会倒追你 就是因为这个行为太常见了 所以很多兄弟根本就发现不了问题 那这条视频呢 建议就那么点赞收藏 学会了帮你少走十年万路 第一个先确定关系后表白 很多兄弟在追女生的时候啊 喜欢先表白 还停留在一个新买票后上车的传统思维 你试想一下 如果女生不喜欢你 你表白了 她就会喜欢你了吗 肯定不会啊 就算这个女生她喜欢你 甚至可能也会因为当时太紧张了 还害羞了 太矜持了等等原因 也会选择拒绝 那到时候两个人见面很尴尬 百害无一例 但是如果你不表白这个女生 她是不是连拒绝你的机会都没有 所以啊兄弟们 你不要去在乎口头上的关系确定 而是要在意你们之间的关系 实质的进展 聊得好了 你就去约会 约会感觉到位了 亲亲抱抱抱举高高 当女生都跟你亲亲抱抱举高高了 你再去跟她表白 她还会拒绝你吗 第二个 追求是冷淡 恋爱后热情 很多兄弟在追女生的时候啊 每天早安晚安 打卡问候 这种热情对待和那些甜狗 备胎 她没有任何区别 有一部分兄弟 她运气好啊 追到了 可追到之后呢 就开始冷淡了 女生就会感觉 你变了 刚开始你不是这样的呀 然后呢 就对你失望 分手 前期没有差异化 后期缺少一致性 兄弟们 这里一定要反过来做 前期追女生的时候 你适当的冷淡一点 降低预期 你才能够在跟她 众多追求者当中 脱颜而出 追到之后 你再去热情 这个时候女生 对你的好感度 会持续的升温 你才可能拥有一个 高质量的恋爱 第三个 长得越不帅 越要追美女 个子越矮 越要追个高的 很多兄弟啊 因为自己长得不帅 个子不高 所以呢 就想要去追一些 长得一般 个子也不高的女生 觉得这样才般配 可是如果你这么想的话 就很容易单身一辈子 人越缺什么 就越要怼什么 穷人越把钱当上命 马云根本就不在乎钱 个矮的 长得不漂亮的女生 就喜欢又高又帅的男生 反而是那些 又高又美的女生 对男生的颜值身高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要求 你不信 你就去精神看吧 走在大街上 那些情侣 基本上都是高的 配矮的 稠的 配美的 第四个 喜欢要疏远 不喜欢要热情 你越是喜欢一个女生 心里头越是喜欢的要命 就一定要控制住自己 想要亲近欲望 要表现的云淡风轻的 最容易被女生拒绝的男生 就是那些 容易情绪外露的男生 也就是我们说的 老实 简单 真诚的男生 就像小孩一样 想吃奶就哭 生气了就发脾气 喜欢女生呢 他就直接说 喜怒哀乐挂在嘴边 各种需求挂在脸上 在女生的眼中呢 简单真诚就等于 幼稚无趣 要多去讨好自己 少去讨好女生 只有这样 才会有女生喜欢你 追求你 第五个 小钱花给女生 大钱 一定要花给自己 你要学会去 打造自己的外在形象 什么口红 化妆品 包包什么的 特殊节日 送一下就行了 把钱啊 省下来 给自己做一个 帅气的发型 买一身帅气的衣服 然后拍个照 发到朋友圈 钱都是用在 学习提升自己的经历上 同时呢 拍照片 分享朋友圈 出去玩的时候 找几个好看的姑娘 一起合个影 继续发朋友圈 就是要告诉女生 你身边 不缺好看的女生 你跟他身边那些 备胎舔狗不一样 不要老是给女生买买买 但凡有几分姿色的女生 身边从来都不缺 给他花钱的男生 他们缺的是 有趣的 懂生活的精致男生 真正会谈恋爱的啊 从来都不会 单方面的给女生花钱 甚至说 女生心甘情愿的 去给他花钱 不要把女人 都想得很高大上 大多数人都是很浅显的 只要让这个女生觉得 你很牛 你的一品好 你的品位好 你身边从来不缺女生 他自然而然的 就会喜欢你 你把钱花给自己 比花给女生强一万倍 女朋友从来都不是 通过讨好来的 而是吸引来的 一段感情开始呢 也不是付出 而是吸引 如果你想学习 跟女生聊天的技巧 想牺牲 让他到后追你 或者有恋爱追女生 相亲 晚会方面的情感问题 帮助 那就添加我的微信 CXS5388 我帮助你 如果是你champer上 请去看我最新视频的结尾 进口到最新联系方式哦 拜拜